下邻居老居室 说过两句话 他说 病久方知身是苦啊 久病才知道啊 身苦啊 母多 凡是道心坚固啊 毁谤的 障碍的 陷害的 那是母啊 母多了啊 道心坚固啊 是入入不动啊 我才感谢他了 他坚固我的道心了 所以我感恩 我没有怨恨了 思想只要是正面的就好 外头就能随便 原因有很多是负面的 但是不太爱事还可以 都可以随便 真正爱事呢 那我们就回避 不要跟他斗争 我们学忍让 让步啊 躲避 也 也就是 绝不给别人起忠度 内里面没有怨恨 外面没有忠度 虎目相处 大臣经里的佛书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摩不愿意见我们 我们回避一下 看他来了 躲过去 好啊 不能发生冲突 我们身心永远保持健康 所以身 如果染病了 非修神道 这是长道 妨碍你修心 念佛 是所有法门里头 最殊胜的 生病了 真的 其他的修行方法 都没办法 念佛可以 口不能念呢 很能听啊 放佛号 听佛号 只有这一门能不断 睁开眼睛 看佛像 随身边 躺在床上 佛像挂在他脚头 让他睁开眼睛 就能看到佛像 能听到佛的声音 阿弥陀佛的佛号的声音 看到佛像 好啊 提起自己正念 不要让他胡算想 真正治病 那就是全心全力 观佛念佛 观佛念佛 没有任何忘念 不要想自己的身 也不要想自己的病 只想佛像 只念佛号 没有杂念 没有妨想 他的病很快就好了 那为什么呢 静随心转嘛 身体得病是负面 思想造成的果报 现在我从根上把它转变 啊 负面的思想 完全清除掉 通通放下 保持一个佛念 别的善念 别的善念 也都不要想 善行善思 随缘 有人做 我们随喜 我们做的呢 就是念佛 正修是念佛 祝修还是念佛 我